恐怖的鬼角图 只要被诅咒 谁也逃不掉 为了救郑南小星 差点从这个世上消失 这天小星和小伙伴们在公园玩耍 捡到一张鬼角图 于是小星便在上面写起小伙伴们的名字 传说中 在鬼角图上写下的名字 都会逃不过被支配的恐惧 首先第一个被支配的正是妮妮 这时妮妮很开心地朝着他们跑来 风间隐隐约约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 转头一看鬼角图 妮妮的名字正连着红线指向掉落 结果妮妮就掉进坑里 紧接着阿呆的名字连接到摔倒 果不其然 阿呆就被石头给绊倒了 这下鬼角图的传说得到验证 接下来就轮到风间 风间的名字沿着红线指向接吻 为了保护自己的初吻 风间吓得赶紧捂住嘴巴 抬头一看 居然是位老头瞬间被吓坏了 可还好不是 此时一位美女跑步过来 风间准备要献出自己的初吻时 看到美女的小星按耐不住过来插了一脚 风间就倾到了小星的屁股 现在就轮到郑南 真正恐怖的时候到了 郑南名字指向消失 本以为只是一场游戏而已 可没想到 郑南双脚双手都慢慢变透明了 为了阻止这场悲剧发生 风间和阿呆赶紧要毁了这张鬼角图 可没想到 这张图居然怎么撕也撕不掉 在这危急时刻 小星拿起笔把线画到头等奖 郑南瞬间变了回来 可没高兴一秒又变透明了 小星干脆在消失跟头等奖之间来回划线 最后郑南的诅咒改变围头等奖 一颗足球立马飞过来砸到他脑袋 现在所有人都被诅咒了 就剩小星一个 因为郑南改变成头等奖 所以小星就理所应当连接到消失 只见小星身体正变透明 双手捂着肚子 面目猙獰 结果小星一声屁响 身体又恢复了正常 原来是风间脑洞大开 在小星名字后面 加上一个屁字 就这样小星才脱离危险